第45节 扶植地方实力派 高岗的崛起 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 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 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 是毛急于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 高岗从以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 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 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悉心栽培和提拔 高岗只被毛泽东看重 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 互相结合的结果 在陕北干部中 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 因而成为毛泽东提拔重用的对象 1935年10月 中央红军出底陕北 毛泽东急需陕北党和红军的支持 以帮助中共中央在陕北立下脚跟 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 即刘志丹部的主要骨干 刘志丹在陕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 当刘志丹于1936年东征阵亡后 高岗就成为原刘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 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陕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 毛泽东必须从当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 给予适当的安排 以巩固中央后方 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 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共在陕北的党组织 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彼此分割 长期未能实现统一 这种情况造成陕北干部之间 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 1935年2月 中共在陕北的两个组织 陕北特委和陕干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 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统一领导陕北、陕干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 由陕干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高岗担任副主席 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 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 高岗任政委 1935年7月 原左联成员朱礼智 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份 由北方局派出到达陕北 开始依靠原陕北特委以郭鸿涛为首的一批干部 8月 上海中央局代表聂红军到达陕北 组成以朱礼智为书记的护局与北局派出陕北苏区代表团 成为中共在陕北的最高领导机构 9月中旬 徐海东 程子华率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 程子华也参加了以朱礼智为首的代表团 朱礼智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 任命聂红军为西北军委主席 成立中共善干进省委 此时 刘志丹高岗 随受到朱礼智 郭鸿涛的排斥 但仍未被完全剥夺权力 刘志丹担任了由红25军和陕北地方红军 红26军 红27军组成的红15军团的副军长兼参谋长 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但刘高很快被卷入到肃反狂潮中 1935年9至10月间 朱礼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 指示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基英等 在红25军团发动肃反 逮捕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 1935年11月3日 毛泽东 张文天 博谷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程子华 郭鸿涛 聂红军的报告后 下令对刘志丹 高岗 习仲勋等暂缓处理 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权处理刘高案件 经过以博谷为首的中央党务委员会 审查陕北肃反五人委员会的复查 宣布对刘志丹 高岗 习仲勋 马文锐等平反 并给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者聂红军 戴基英以党纪处分 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 又得到了毛泽东解救的高岗 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 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 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岗受到毛泽东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 高岗身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气质 30至40年代 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 大多数都有留苏 或在国内大城市求学受教育的经历 这批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 往往和出身农家 而从未出过洋的毛泽东多有不和 而高岗的气质 则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亲和性 高岗原名高硕清 陕西榆林县人 初等师范毕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贾托夫 和北方局代表孔元 即陈铁征的领导下 在西北地区长期从事兵运 和参加领导中共地方武装的工作 在一批文化程度较低的陕北武装同志中间 高岗和刘志丹是其中少数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一 高岗从没出洋留学 也没去过上海 北平 南京等国内大城市 和刘苏派毫无瓜葛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 高岗协助刘志丹独党一面 屡败屡起 始终保持着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 和一块根据地 足以说明高岗颇有操略 而非教条主义者滞留 高岗在个性上 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 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狭和粗鄙 他尤其比拨在非武装部门工作的 知识分子干部 和当时许多党的领导干部 对知识分子表示尊敬 重视有所不同 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 这些都使毛泽东赶到高岗 与自己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 而亦引起毛的好感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 高岗在毛泽东的栽培下 已逐渐在陕北地方干部中脱颖而出 1937年5月1日 高岗被指定为中共陕甘宁特委常委 1938年1月 陕甘宁特区政府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 特委会相应改为边区党委 9月 中共中央指定高岗等7人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 1938年10月 高岗以陕北党组织代表的身份 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这是高岗第一次参加中共的重要会议 表明高岗政治地位的上升 六中全会刚闭幕 高岗就正式取代了郭鸿涛 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 这是一个地位十分重要 类似于中央局书记的职位 中共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事 多年屈居于高岗之下 担任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泽东为了支持高岗的工作 特意将多年来与高岗不合的郭鸿涛 朱立志调开 1935年11月后 毛为了立足陕北 队员陕北党领导人长期未雨触动 郭鸿涛除担任陕甘宁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 还被中央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 一直到1938年10月 1938年11月后 毛江郭鸿涛派往山东 任命郭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一年后郭鸿涛被调回延安 朱立志在1938年后 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副书记 负责开辟厄域边根据地 并担任了新四军 厄域挺进纵队政委 与任司令员的李先念齐名 朱立志从此和李先念 陈少敏 陶柱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个人关系 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立志在开辟江土中建功立业 1940年也把朱立志调回了延安 两年后 朱立志成了毛泽东高岗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年代 中共干部在党内获得地位 最重要是看其在党的武装斗争中所做的贡献 而给不给干部领导武装斗争的机会 则要看毛泽东对这个干部是否信任 毛泽东既可以给予干部机会 也可以不给 甚至给了某个干部这个机会 还可以收回 朱立志的情况就属于最后一种 贾托夫和孔元的情况则属于另一种 贾托夫是高岗的老上级 1934年前往中央苏区瑞金 参加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一度做过陈云的助手 担任过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 相当于副部长 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尽管贾托夫身为中共西北地区的元老 但贾托夫从未被毛泽东为以军队职务 到延安后 贾托夫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高岗之下 原先也是高岗的上级 孔元在随陈云于1935年下赴苏联前 长期领导中共北方局 朱立志前往陕北 既由孔元派出 然而孔元从没担任过一个战略区 独党一面的军政领导职务 其在党内地位也一直在高岗之下 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 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1938年 毛泽东任命高岗担任领导陕北地方部队的 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随着毛对高岗信任的进一步加深 1939年6月 毛又任命高岗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委 由肖锦光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 下辖三个旅和两个警备保安司令部 王震的三五九旅即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同侠 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将与自己素无渊源的高岗派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显示了毛对高岗的特殊信任 在毛泽东的扶持与关照下 高岗在边区和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加强 1940年7月11日 中央政治局将陕甘宁边区党委 升格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 任命高岗为书记 1941年5月13日 中央书记处又将边区中央局 与中央西北公围统一为西北中央局 由高岗任书记 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党的元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博曲 而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坐了 高岗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 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行程 因历史和工作关系而与高岗接触密切的干部 例如习仲勋 马文锐 刘景范 继刘志丹的弟弟 张秀山 张邦英 王世泰等 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 而在历史上曾和高岗有过矛盾的干部 则受到高岗的排斥 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颜洪彦 因多次向延安有关部门揭发高岗 在1932年6月临阵镇战斗中临阵脱逃的旧事 而遭到高岗的打击 颜洪彦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 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代之学习 毛泽东 刘少奇等其他中共领导人清楚知道 颜洪彦反映的有关高岗历史污点的全部事实 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 这也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 既历史问题可大可小 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在什么线上 只要大劫无亏 在政治上又对自己有大帮助 具体小资可一笔带过 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边 即使无任何历史问题 也会被弃之一旁 十余年以后 高岗事发 毛泽东将颜洪彦昔昔日揭发高岗的旧事重提 并让颜洪彦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的反党阴谋 毛之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足见一斑 只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高岗对于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 心存无限感激 他清楚知道 若无毛的鼎力相助 自己绝不会成为边区党的领导人 为了巩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 进而在党内谋求更大的发展 高岗除了权力支持毛泽东 别无任何选择 头脑灵活的高岗几乎不需要点拨 就可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头号对手是王明 他要在对王明的态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场 1941年下 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导中共西北局 王明在短时间内曾经过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工作 据谢绝哉日记记载 1941年8月24日 王明曾在边区政府谈粮食问题 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 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 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 高岗用这句话向毛献上了自己的忠心 毛泽东看准了高岗全部的心理活动 用地位 权力 名誉将高岗紧紧拴住 毛将高岗作为反对王明博古的一门钢炮来使用 毛深信 在向王明等的进攻中 高岗将随时听从自己的召唤